大家在修行之中 不要惧怕逆境 逆境或许就是成就你的最重要的转折 如果一生都是顺境 你就会认为自己运气不错 钱都是我赚来的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和其他人没什么关系 逐渐就会傲慢 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如我 各种不善的念头就会产生 人越富越没有智慧 离道就会越来越远 人往往是在生病 心里有困惑 有灾难 有亲人病故等等不如意的过程中 想寻找一个心灵的依托才找到了佛法 道法或者儒家弟子归 如果不经历逆境 或许就找不到这些方法 应该感谢急于你阻碍 急于你诽谤 站在你对立面的人 他们是你前进的动力 这种作用力像弹簧一样 你压得它越深 它的反弹力越大 这些是你成就的助缘 所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它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不要在逆境的时候哭天喊地 指天骂地 天地什么时候给你任何灾难了 天地什么时候给你一丝一毫的惩罚了 没有 天地无非是根据此人的德行 急于相应的俘获过罢了 俘获无门 为人自照